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不应该干预朝政 为什么他竟然在刘邦仍然在世的时候 就跳到前台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出漏争容 吕后是刘邦的妻子 在秦末动乱的年代 一直跟随刘邦出生入死历尽艰辛 刘邦经过反秦斗争 经过和项羽的楚汉战争 最终建立了汉朝 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吕后也一跃成为大汉王朝的皇后 母仪天下尊贵无比 但是他却并不甘心于 仅仅做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后 他竟然在刘邦仍然在世的时候 就跳到前台 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大汉王朝的皇帝刘邦 对此事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出漏争容 和刘邦一块打天下 而且为刘邦建国立了大功的 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臣 一个是韩信 一个是彭越 但是这两个功臣 在开国以后不久 就被杀掉了 而且杀这两个功臣的人 不是刘邦 是刘邦身边的一个女人 也就是吕后 按说 处置功臣应当是皇帝的事情 作为皇后的吕后 为什么要杀韩信 杀彭越呢 这个事情 我们还要追溯一下 刘邦是从 汉王给项羽打了四年仗 最后战胜了项羽 做了皇帝 但是刘邦做皇帝呢 付出了一个很高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他在追击项羽的时候 走到顾陵 而韩信 彭越都不来增援 不来何谓项羽 最后刘邦不得已 采取了张良的一个计谋 张良这个计谋的核心观点 是要刘邦 和 韩信 彭越 这些 当时最有军事实力的人 共分天下 我们也把它简称为共天下 所以刘邦在无奈之中 结束了张良的一个计谋 答应把大批土地 封给了韩信 封给了彭越 结果韩信彭越的兵 退居该下 最后把项羽灭掉 所以刘邦做皇帝 是付了一个很高的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韩古关以东的大片土地 不属于刘邦管辖 所以刘邦做了皇帝以后 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共天下的一个局面 但是这个局面并不是刘邦的初衷 按照刘邦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最想要的是家天下 不是共天下 所以共天下 只不过是个无奈之举 权益之计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刘邦当了 这个当了皇帝以后 首先就对他的最重要的功臣 韩信采取了一连串的动作 动作幅度不大 但这些动作是一个接一个 首先把韩信中齐王 改封为楚王 然后第二年 借口有人谋反 把楚王韩信 降为怀音后 这些做法已经表明 刘邦已经开始想改变 共天下的局面 不过刘邦做得很巧妙 他这个做法呢 按照我给他总结 这叫逐步到位 就是一步一步的到位 而不是一步到位 韩信从手握重兵的诸侯王 一步步被禀 他对刘邦的威胁 也在不断地降低 到被将尾怀音后的时候 还被迫居住在天子脚下的长安城中 虽然韩信是汉出著名的军事天才 但此时是龙困浅滩 已经难有作为了 按说他对大汉王朝的威胁 已经很小了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导致以后要杀掉他呢 这个变故就是陈希的判断 陈希原来是刘邦手下 他最信任的大臣 由于他最信任他 所以才把陈希派往边疆地区 负责监督赵国和戴国 他掌握两国的军队 所以这个陈希掌握两个国家的军权 但是陈希这个人 有一个个人的好 有一个喜爱 他喜欢学习战国时期的 西宁军 战国时期的西宁军 有一个很特殊的爱好 就是养门客 西宁军号称手下门客三千 所以陈希的也爱养门客 当然达不到西宁军那个程度 手下门客上千 陈希这个做法 无非就是表示他 招贤纳士 再一个是讲气派 没有其他的意思 但陈希有一次进京的时候 他从这个戴国的边地 进京的时候路过赵国的首都 陈希路过赵国的首都 要到京城去 在赵国的都城住下来的时候 陈希带的宾客有一千多人 把当时赵国京城的所有的旅馆 全部住满 当时赵国的国相是周昌 周昌发现陈希有这么多门客 他就有了想法 他就给当时的刘邦 打了一个报告 他说陈希 在边地掌握了重兵 而且他手下有那么多门客 这个人 看来是不可靠 一旦他造反 非常危险 他手握重兵 又有众多的人来协助他 一旦造反 迅速就能成为气候 这个话传到刘邦耳朵里以后 刘邦马上就相信 刘邦的相信 源于一个原因 就是他对当时 这个天下的 这些掌握军权的人 不放心 再一个原因 他很信任周昌 周昌值得他信任的 至少有两点 第一 周昌是他配县的老乡 刘邦是配县 他是配县的老乡 当年周昌呢 在刘邦这个四水亭长的手下 还认过职 他们是老乡 又是老同事 所以他很相信他 再加上周昌这个人 说话了很直 是个直臣 刘邦呢 就相信了 相信以后就派人去调查 这一调查 就被陈希发现了 陈希发现以后 陈希就很惊慌啊 陈希心里就害怕 就开始做应对的准备 这个准备就是联络了 当时已经投降到匈奴区的 汉军 和他们联系 进阶段 刘邦呢 又在这一年的七月 就汉十年的七月 借着他父亲病故 招 陈希进京 去参加陪击 陈希不相信 更害怕了 所以到了九月 陈希就叛乱了 所以这个陈希的叛乱啊 完全是被周昌的密告 和刘邦的猜忌逼出来的 陈希其实毫无反应啊 只是因为他处在刘邦的 这个极度的猜忌之下 他为了保全自己 最后不得已走上了一个反叛的路 陈希的叛乱 牵动了当时一个很大的局面 第一个被牵进去的人 就是韩信 陈希一叛乱 马上就有人在京城报告 说韩信给陈希勾结 当时镇守观中的是吕后 吕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吕后没有调查 不去核实 也没有向刘邦报告 吕后当机立断 要抓韩信 这个韩信可是吕后的恩人啊 吕后曾经在楚汉战争中间 被项羽扣了两年多 做人质 最后怎么回来的 他最后回来是韩信 战了齐国以后 断了储君的粮道 向羽在断粮的情况下 被迫和刘邦议和 这才放回来了吕后 从这个意义上讲 韩信是吕后的恩公 但是吕后这个时候 完全不讲这个恩公了 放回来的那年是汉五年 他下令逮捕韩信这一年 是汉十年 也不过是过了五年 马上就要抓韩信 当然他怕这个抓韩信动静大 就用了萧和的技 诱骗韩信进攻 把韩信抓起来杀 这个事情做的 我们可以看吕后 这是他在汉十年 晨曦叛乱以后 做的第一件大事 杀韩信 杀得非常果断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吕后这个人 是个政治强人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 主妇 不是一个一般的皇后 为了一个没有经过 何时的报告 去杀自己的恩人 这在一般人来说 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 吕后杀韩信的时候 却没有一点犹豫 这已经显示出 吕后这个人身上 有一种政治女 强人的色彩 她的果断和狠毒 已经开始 展露头角 那么杀了韩信后 吕后的下一个目标 又描上了谁呢 而这个晨曦的叛乱呢 又牵动了第二个汉朝的大功臣 彭越 彭越这个时候是攻凤梁王 梁王所在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山东 跟河南这一块 这个地盘没有韩信的大 但是梁国这个地理位置 是最重要的地理位置 他跨山东跟河南梁省 中原伏地 而彭越此人 在楚汉战争中间 他对刘邦的帮助 是最直截 也是最大的 因为他 立了三次大功 汉三年 他第一次 断项羽的良道 迫使项羽回原 导致刘邦 一夺成高 汉四年 他占领了外皇 虽阳十七座城 迫使项羽第二次回原 让刘邦二夺成高 到汉五年 他又合为该下 消灭项羽 彭越这个人 在楚汉战中间 对刘邦的帮助 是最直截的一个人 所以他供奉良王 但这个时候呢 陈希的叛乱 怎么会把彭越 卷进来呢 是因为 刘邦去评判的时候 招彭越出兵 彭越指派了他手下的人 带兵去参战 他本人没有去 他本人没有参战 刘邦为这个事情 十分恼火 而且马上派人去斥责 彭越 彭越听到斥责以后 彭越非常惊恐 恰恰在这个时候 这个彭越的梁国中间出现了两件事 一 是刘邦发怒以后啊 彭越手下 彭越就想去向刘邦请罪 说明经过解除误会 但是他手下有一个大将 叫护泽 护泽这个人就说 你不要去 你去的是送死 彭越的就在犹豫 这个时候呢 第二件事 就是梁国有一个太普 太普就是管车马的官 相当于现在一个交通厅吧 这个厅长 管这个车马的太普犯罪了 彭越要杀他 这个太普就跑到刘邦那去告密了 他说彭越给护泽要联合起来造反 这一下子 刘邦趁这个机会就派人去秘密逮捕 彭越毫无造反的准备 一下子就被刘邦逮住了 逮住以后 刘邦处理彭越的办法 和处理韩信一样 是一步一步到位 他首先把他凉亡免了 然后给他发配到四川 流放到四川 结果彭越非常不幸 走到陕西的正地 就是今天的这个这个 这个陕西给河南交界之处啊 他碰见了从长安到洛阳来的旅后 彭越一见旅后啊 像见了亲人一样 赶快向旅后请诉自己的冤情 他一请诉 旅后说好 你跟我走吧 我回去给你帮忙 旅后就把旅后就把已经流放 发配走到陕西的彭越 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 旅后就给刘邦说 彭越可是个壮士啊 你要把他放到四川 他要是烦起来 怎么办 不如把他杀了 把他做了 刘邦怎么讲 刘邦怎么回答 史书没有记载 但史书记载了下面的事情 旅后 马上指使彭越的门客 去自首 告彭越谋反 然后 法官就裁定 彭越是谋反罪 再往后 就给彭越 执行了两项酷刑 第一 灭三族 父族 七族 母族 全部杀光 第二 制肉酱 把彭越的尸首 剁成肉酱 把剁好的肉酱 用他的尸体做的肉酱 分给当时天下 所有的诸侯 而且下令 一定要亲自吃 有中央政府派人去监督 一个一个诸侯王 亲自己吃彭越的肉酱 用彭越的尸体做的 彭越如果他要到四川去 说不定还能够再延长几年 但是他碰见吕后 是碰见 他以为是救星 结果遇到的是个灾星 他向吕后诉冤 我想 大致有这么几个人 第一 他确实冤枉 他没有判断 确实冤枉 他比韩信冤得多 我们读史记 去求情 第三 更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彭越 缺乏政治远见 如果彭越 知道他和刘邦的关系 在消灭了项羽之后 就走到历史的拐点以后 他绝不会再去 向吕后求情 所以彭越 所以彭越也被杀 所以我们看这个吕后 在汉十年这一年之中 他就连着杀了这个刘邦 两个开国功臣 一个韩信 一个彭越 而且这两个人是最大的开国功臣 都被吕后杀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历史上 人们都说吕后这个人残忍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例证 就是杀韩信 杀彭越 杀开国功臣 吕后是皇后 又不是皇帝 他本来是没有理由 去处理朝政的 作为一个后宫皇后 他为什么要亲自干预朝政 去杀韩信 杀彭越 他杀这些功臣的时候 大汉朝的皇帝刘邦 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在吕后大开杀戒的时候 居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杀得还非常顺手呢 我觉得这里边 第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吕后 利用了刘邦 和韩信 彭越的矛盾 他把这一点算是看准了 他吃透了刘邦 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 由于刘邦 加天下的主导思想 和贡天下的客观局面 有严重的对立个冲突 所以 刘邦对功臣的猜忌 刘邦对功臣的杀戮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一个基本矛盾的存在 就是加天下给贡天下 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 决定刘邦必然要杀功臣 既然是如此 吕后所做的事情 四个字 顺势而为 既然你要杀 我就帮你杀 顺势而为 这个人们做事情 逆势而行啊 是非常困难的 顺势而为 是很容易办到的 吕后就是看准了 刘邦给功臣之间的 这个根本冲突 顺势而为 他是能杀一个 就杀一个 能多杀一个 就多杀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给吕后啊 他两个人的关系啊 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两个人 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 可以说 目标一致 策略有别 刘邦主张的是 一步一步到位 吕后主张的是 一步到位 你想对韩信 齐王 楚王 怀银侯 逐步下台阶 吕后没有那么 吕后很干脆 一刀解决 两个人目标一致 则是策略有别 再一个呢 吕后作为一个皇后 她应当在朝政问题上 她处在后台 但是吕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跳到前台 她亲自出面 刘邦呢 你跳前面 我躲后边 躲到后台 刘邦为什么同意吕后这么做 我觉得刘邦的内心里边 还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两个字 分棒 诽谤的棒 分 分开的分 杀功臣这个事 历史上肯定是要记录的 这在历史上是要留下千秋骂名的 现在刚好有一个人 愿意主动来承担这个罪名 刘邦何乐而不为 退后一步呢 你去替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去替我分担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千秋骂名 所以他两个比起来 我觉得刘邦更是个老狐狸 他比吕后还滑 吕后了有一点赤裸裸 刘邦倒是很圆滑 乐得有一个人 替他操刀 他在后面 看看这个结果 反正是目的达到了 还有人替他分棒 何乐而不为呀 吕后的心狠手辣 历史上有目共睹 汉朝最大的两个功臣 韩信和彭月 都栽到了这个女人手上 他杀起人来 没有任何犹豫 汉朝的皇帝刘邦 出于稳定江山的考虑 对吕后攒炒除根 赤裸裸的杀戮功臣 韩信和彭月的做法 采取了默认态度 但是看到曾经跟随自己 出生入死的老部下 一个个被伤 刘邦内心里 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吕后杀了韩信以后 史书记载了这样几句话 高祖已从西军来 至 见信死 且喜且怜之 刘邦从陈西的 评判中回来 回到京城 才直到 韩信死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吕后在杀韩信的时候 事前不请事 事后不汇报 这说明 吕后这个人 胆子又大 看得又准 他知道杀了没事 其实他给韩信 并没有仇 还是他的恩人 是他把刘邦这个人的心思 猜透了 他们两个是夫妻店 夫妻店 男女混合双打 是吧 在这个情况下 心照不宣的事情 所以 吕后 敢于不请事 不回报 刘邦是什么表现的 听说吕后擅作主张 杀了韩信 史书写了五个字 且喜且廉址 第一个反应是喜 高兴啊 这就把刘邦杀功臣的心 全写 就这一个喜字 刘邦的猜忌功臣 杀戮功臣的心理 什么也不用说了 司马迁就这一个字 就把刘邦的整个心词 全部解剖了 就这一个喜 也恰恰是吕后 看准的一点 其次 才是怜 有点惋惜啊 这么一个君事天才 就死在这么一个 女人手里面 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之所以敢杀 他就是利用了刘邦 和功臣之间的矛盾 这是吕后 敢杀功臣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顾忌政局 在第一周年 我讲过 吕后是一个 客进之手的家庭主妇 不过 当时那个家很小 只有刘邦 吕后 还有他的儿子女儿 那个家 他是客进之手 现在不同了 现在吕后管的是个大家 什么家呢 整个天下都是他留家的 所以吕后作为整个天下的家庭主妇 他也要客进之手了 他要尽他的责任 我下面举一组数字 大家听一听 汉十年 也就是杀 韩信杀彭越这一年 刘邦 六十岁 太子刘盈 十四岁 吕后 三十多岁 大家看看这个年龄 这一组年龄 说明吕后在想着一个问题 想什么问题呢 这一家之长 要是归天了 怎么办 那个时代 汉代 那个医疗条件 刘邦又是多次受伤之人 第二年 情不叛乱的时候 刘邦病得就起不了床 不能去挂帅出征了 所以这个时候 刘邦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 六十岁健康极其恶化的一个老人 他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妻子 带着一个十四岁的太子 他能不为这个家操心吗 很显然 他要为这个大家操心 由于我们明白的这一个事实 我们就可以知道 吕后 是不赞成刘邦的 一步一步到位的做法 他觉得 那太慢了 万一那一步一步 你最终那个终点没走到 然后你 撒手归天了 那怎么办 他想的比刘邦还要多 因为他们这个年龄差距在这放着了 太子才十四岁啊 他不能不想 而那些手握重兵的 和他一块打天下那些老臣 一旦刘邦不在 这些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呢 谁都很难讲 他吕后还顾忌到了后刘邦时代的政治局面 这是吕后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刘邦可以不想 但是吕后要想到后刘邦时代怎么办 所以他觉得那个一步一步到位太慢了 不如我一步到位一刀了断 万事皆休 这就是他对这个刘邦身后政治局面的一种顾忌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刘邦在世的时候杀功臣 吕后也有一个心眼 吕后也不傻 吕后想的是什么呢 刘邦在世的时候杀功臣 刘邦是他的靠山 杀了韩信 杀了彭越 只要刘邦活着 其他的功臣及时再不满意 不敢轻易的反 如果刘邦不在世 那个时候他再去杀 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刘邦去世了 他再去杀韩信 再去杀彭越 会不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这很难讲 所以对于吕后来说 他也想让刘邦在世的时候 我去前面操刀 你躲到后边 你也替我分担点责任 刘邦是让前台的人分担 吕后是让后台的人分担 你也替我分担点责任 别让我一个人担 一个人担不下来 第三个原理 刻意扶持 我所说的刻意扶持 是指刘邦对吕后这一派的刻意扶持 汉朝初年的宫廷是三派势力 第一派是以刘邦为首 和刘邦的八个儿子为骨干的皇族派 另一派是力量非常强大的元老功臣派 元老功臣派你杀了韩信 杀了彭越 你再杀 但是元老功臣是很大的一派 萧何在 张良在 陈平在 周博在 范快在 冠英在 一大批功臣元老 这一派的力量 是汉出宫廷三派中间 力量最强的一派 这是第二派 第三派 叫吕氏外妻派 这就是吕后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 当然他两个哥哥 已经都封了侯了 这个吕氏外妻这一派 出了一个皇后 出了两个侯 人数少 这一派的力量显然比较弱 老谋深算的刘邦 在他垂暮之年 他实际上 做了种种安排 刘邦这个时候刻意扶持的 其实是外妻派 外妻派的力量当时并不强 他要扶持吕后 壮大外妻派 让这一派的势力强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强大到能够和功臣元老派相互抗衡的程度 这说明 这说明刘邦对他身后的事情的安排上 他抓住了一个总原则 叫权力制衡 要三派势力相互制约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外妻派和元老功臣派 这两派要力量大体相当 能够相互制约 而且要让这两派 有一定的矛盾 实际上 刘邦让吕后去杀韩信杀彭越 实际上是等于挑动了这两派的矛盾 如果吕氏外妻派和元老功臣派 这两派 如果这两派斗起来 那我们可以想到 渔翁得利的是谁呢 是刘氏皇族派 肯定是刘氏皇族派得利 所以刘邦在他的暮年 他支持吕后杀韩信杀彭越 就是有意的刻意的扶植 吕氏外妻派 让这一派的势力 做大做强 做到能够和功臣元老派抗衡 最终让刘氏皇族派成为最大的赢家和最大的受益者 这是刘邦的安排 这个安排也导致了 吕后敢于赤裸裸的杀开过功臣 因为吕后的杀戮 他实际上感到了有刘邦的支持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刘邦最后的这几年之中 吕后借助于刘邦的扶持之力 在政坛上迅速的崛起 而且在减除开国功臣的这个斗争中 出漏征容 而随着刘邦的去世 吕后已经举起来的屠刀 还会挥向谁的头上呢 请看下集费力之争 谢谢 刘邦称帝后不久 就立了吕后的儿子刘盈为太子 然而当一个女人出现后 刘邦突然有了费力太子的想法 想立这个女人的儿子为太子 面对挑战 吕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女人会成功吗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费力之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